金融城基转运站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施工 不过原本预计在10月登场的金融城市博览会 却因为疫情影响 在经过数个月的讨论后 金融市长刘昌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上正式宣布 将延后到明年4月再举办 金融市的城市博览会 本来预定是在今年的10月2号到10月11号 要举办2021城市博览会 不过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虽然现在从三级降为二级 不过整个社会的一个气氛 还有未来整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还有很高的一个不确定性 特别是现在国际疫情其实是非常的严峻 那台湾虽然是平安的度过了第一波的一个本土疫情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要审慎以兑 那特别是现在整个社会气氛 还是在以防疫为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 那我们金融的城市博览会呢 预计会有高达100万人次 这么多的一个数量跟人数来参与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一个无后顾之忧的一个状况之下 再来盛大的一个举办 那所以考虑到刚刚所提到的疫情的部分呢 所以我们将把这个城市博览会延期来举办 原则上是将会延到明年的4月22号到5月1号 这一个时段来进行举办 那最主要也是考虑到如果我们要延期的话 包括今年年底的圣诞节还有跨年以及农历年的这个因素 那另外就是我们金融市的一个天后 在10月之后开始天气会变得多雨 那这也不利整个活动的一个举办 所以经过详细的一个评估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举办的一个时间 原则上把它延到明年的4月22号到5月1号的这个时段 牛昌强调城市博览会是百万人参与的重要盛事 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为了让所有民众都能无后顾之忧 前来分享金融蜕变要尽的喜悦 因此再三思考后决定延后举办 等年底疫苗覆盖率有机会超过六成 到时候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就可以更安心开心参加 展现未来都市样貌的金融城市博览会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道